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放下 不放下是假的 首先第一个 不给一切忠诚做对 恩恨恩恩也要放下 这个不放下的时候 结论是假没分 你还要在那里报复 报恩 报厌 没完没了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是 你懂得闻到 你晓得走哪一条路 放下其心动念分别之处 这就真彻底放下 通通放下的 就是清静的 就是见头 先进这途径 你的心不清静 你去不了见头 心这么清静 通通放下了 就清静了 过去的事情再不要想 想一遍也就造一次 想两遍也就造两次 你自己在造一遍 自己不知道 明眼人看得清楚 是初步功夫 就是不分别不支出 决定有保护往生 没有分别支出 就可以 极乐世界 想去就去 想留就留 不该死 我们一星期往生可不可以 可以 你也真搞清楚的时候 想往生就往生 想注释就注释 这咋子在啊 真正是最淑妙 最超胜的法门 不能有丝毫动摇 人家叫你去念这个筋 念那个咒 那一念就完了 乱了 西方的那些条件 是心念心 坚定的信心 一个愿心 每第二月 行 就是万愿放下 你还有一桩事情没放下 你的心就去了 亏了 你没有心底的 行是方向 因为 你的清净心里头 本来没有妄想 本来没有分别 所以分别妄想要妄念 念阿弥陀佛 也不能分别 分别心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要是分别 那就错了 有一样不放下 就求了 功夫是什么 就是放下 看破 先放下 放下之后 你可以先清醒 回归清醒 清醒是真心 游动 游动 其心动力 复权分别支撑 那是妄念 这个游戏 在心里头 把你的心搞散乱 这个很麻烦 很糟糕 还自以为是 拼准别人 心的力量最大 心运行 信败的地 那是 那是 游戏 全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